八字幕——YK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专心 我们的安静 我们恳求主的圣灵来充满我们 使到我们的内心 能够经历主的平安 让我们也能够预备我们的心 来进入主的同在 我们的主是公义 是慈爱的 我们恳求主来检查 我们每个人的心 如果内心有一些不义的 神不喜悦的 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 求主施恩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的保血厚厚的治盖我们 让我们佩德来到主的面前来奉献 让我们佩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祢纪 圣子 Added石马 别得罪人,求主是恩怜悯。 感谢主,感谢天父。 请会众张礼。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早上的宣招经文, 就是从诗篇第105篇第一到第4节一起来。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到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阿们。 一生姐妹平安。 好怕我们一起站立, 一起来鼓掌, 我们可以挥手, 欢迎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唱耶和华二年已来到。 救命 我教我 厂好信心 野 scarce Pundin人 你知一切相信敌人 主的灵在你身上 可以恨到你 抱抱被无敌的先放 陪着你的自由 我们的青河来信号 约和花脸已来到 你终于成为过去 是你终于成为过去 我们的青河来信号 约和花脸已来到 就终于成为过去 是你祝福领导 是的 神的灵在我们身上 祝福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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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依然告你 报告贝勒帝对事很好 背出你的自由了 我们来清河 我们来清河 来宣告 月和花恋意来到 英雄一强 会过去 身体丰盛已领导 我们来清河 来宣告 月和花恋意来到 祝主已成为过去 身体祝福领导 是的 谢谢你 谢谢你的领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感谢敬拜你 主的领在我身上 他依然告我 叫我穿他信心 比最美的人 依吃依据相信的人 主的领在你身上 他依然告你 报告贝勒帝的事好 贝勒帝的自由 我们来清河 我们来清河 来宣告 月和花恋意来到 贫穷已成为过去 身体丰盛已领导 我们来清河 来宣告 月和花恋意来到 贫穷已成为过去 身体祝福领导 我们来清河 来宣告 月和花恋意来到 贫穷已成为过去 身体丰盛已领导 我们来清河 来宣告 月和花恋意来到 从主已成为过去 身体祝福领导 是祢祝福领导 是祢祝福领导 Amen 谢谢祢 谢谢祢 主祢在我们的身边 主我们贫穷变为祝福 主耶稣 父祖我们软弱会变成刚强 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为大的神 我们要继续赞美祢 谢谢祢降临在我们当中 Amen Amen 谢谢祢 江湾若被违反向 英雄成为父祖 夏日的快捷 爱无名为教育 一切傻瓜都艰难 尽其成为平原 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 你的能力不比我 暂时十年很艰难 我相信你的恩典 完全有我用 神的恩典已证明 思练充满我们终结 在恩典深处 从何都变为情深 神的恩典已证明 神的恩典已降与你 心态充满我们自己 尤其难生 没有难成这一世 江湾若被违干下 英雄成为父祖 夏日的团结 爱不便为教育 生的恩典已证明 一切傻瓜都艰难 际气准成为平原 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 神的能力复辟我 你的能力复辟我 暂时十年很艰难 我相信你的恩典 完全跟我拥 神的恩典已咬了你 死来充满我们组绝 恩典深处 怎么都没有你今生 神的恩典已咬了你 死来充满我们组绝 依靠去能生 没有难成就临死 神的恩典已咬了你 神的恩典已咬了你 死来充满我们组绝 在恩典深处 怎么都没有你今生 神的恩典已咬了你 死来充满我们组绝 依靠全能生 没有难成就临死 依靠全能神 你靠全能生 没有难成就临死 你靠全能生 没有难成就临死 你靠全能生 神的恩典已咬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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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来充满我们组绝 神的恩典已咬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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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没有能拯救的事 我们来继续诞美我们的神 是祢恩典依旧 谢谢天父 谢谢祢在我们当中 是祷奏充满我们终止 在我天神处 从的都变为几世 我们把我们的忠担都交给祢 神的恩典已降临 希腊充满我们终止 依靠全能神 没有能拯救的事 依靠全能神 没有能拯救的事 是的我们依靠祢 我们有难成的事 因为祢是伟大 那祢也是爱我们的阿爸父 我们要继续的赞领祢 坐在宝座上的真神高养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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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颠覆的荣耀 纠彩徨承扬 奇妙的座位 张开伤手 万物的报处 往头承认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下 圣洁荣耀 纯耀 万民敬拜 请那地神 我们尊重力 圣洁荣耀 祝福能力 都归于祢 使得祖天书说祢的荣耀 祖天书说 天赋的荣耀 纠彰传扬 请那地座位 张开双手 万物的报处 往头承认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坐在宝座上 圣殿从鸿满而荣耀 万民敬拜 请那地神 我们尊重力 圣洁荣耀 尊重力 圣洁荣耀 尊贵能力 都归于祢 祢是我们的神 走武的神 神将普通 benefits加碍 hallelujah avez ,祢是 祢是我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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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罪与我们的神 口抱我们 sabe 这里 你自己 旧的山坪 万物几场 Hallelujah 神在山 在山在 让我们先告我们的身 坐在牡座上 身边充满荣耀 万物净白显的地上 我们都求你 身体荣耀 珍贵 能力 都归于你 神节荣耀 珍贵 能力 都归于你 珍贵 能力 都归于你 珍贵 能力 都归于你 使得我们 佩得我们敬拜的真神 Amen 全能的主啊 我们的上帝啊 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祢是我们的主 祢是我们的神 祢是万王之王 祢是万主之主 祢是宇宙的主宰 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啊 祢说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 因为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 主啊 爱祢的心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了 因此的主啊 凡世界上我们所爱的 就像我们的肉体啊 我们眼目的这个情欲啊 在我们今生的这个骄傲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不是从祢而来的 而是从这个世界上而来的 要使到我们的生命没有主祢的平安 使到我们的生命 我们与人与人的关系就破裂啊 主啊 再次我们恳求主祢的大能 祢的大力 祢的爱啊 叫灌在我们的身上啊 主 让再次我们与主和好 让我们再次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啊 主啊 主啊 我们也知道 这个世界和一切的肉体上的私欲 都要过去啊 唯有主 遵行神祢的旨意 是永远长存的 求祢圣恩怜悯 并祝祢的圣灵再次的 充满于我们每个自己 使我们在这个平信徒的主日的当中 主我们再次能够与主相遇啊 也并祝啊 求祢在我们的敬拜的当中 在我们今天的见证 我们所听到的见证 能够经历到主你的作为 也主啊 在祢的实价上 能够经历到祢的救恩 感谢天父上帝 我们愿意将主我们今天的崇拜 从头到末了 完全的交托 我们只要敬拜祢 主啊 我们只要高举主祢的名 求祢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愿意的心啊 感谢天父上帝 求祢来掌管我们每个自己 让我们也愿意放下我们自己 放下我们的自我 放下我们自以为是的 主啊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在祢面前是不配的 但是因为主耶稣你的宝血 主你呼召我们 你拣选我们 使到我们因主听见祢的福音 因主弟兄姐妹们的见证 因为基督徒信徒的爱啊 主啊 主我们再次能够经历到祢 认识祢 接受祢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一群啊 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啊 感谢天父上帝 感谢祢在我们有生之年 主 特别在今天主 再次的主求祢帮助我们 求祢我们专注之 单单专注于主 能够把在今天的崇拜 主啊 把我们的最好的奉献 在主祢的面前 我们要写下一切不合神性意的 感谢天父上帝 我们如此感恩交托奉靠 耶稣基督名求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念主祷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做祢的名为圣 愿祢的国降临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顶时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病荣耀全师父的 到永远 阿们 请回忠坐下 再次的欢迎弟兄姐妹们 来到教会的当中 一起敬拜赞美 来我们 给我们的上帝一个掌声好不好 好 跟我们的左右讲 跟我们左右讲 遇见你真好 外面虽然很多烟 但是我们弟兄姐妹还是看得很清楚 感谢主 所以我们要彼此的能够真的是 说爱也是要做出来爱 爱是很具体的 不是口讲我爱你我爱你 好像我们跟主讲我爱主我爱主 但是真的是我们没有行动的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听到也是要怎样呢 要行到 知道了也要行到 行出来 让我们的四周的人再次能够经历我们的神 是又活 是又真的 我们有口叫跟人家传福音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 要什么 升教 人家看你没有讲话 你没有跟他传福音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行动会影响人家 让人家真的是透过我们认识我们的主 信主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上帝呼召我们的其中一个目的 好的 我们今天的假释 报告就是 这个礼拜是我们有外展的 礼拜五有外展的团契 10月13号7点半在8号的课室 那么我就呼吁弟兄姐妹们 我们也能够参与 这个外展的团契 这个外展的团契 所以里面有什么呢 江源也说过了 就是有金拜上美有分享 我们能够为我们的今年的外展的 各项的这个外展活动来祷告 不能来呢 那怎么办呢 也在家里也可以祷告 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的这个外展的这个团契 还有我们外展的这个 事工 求主 帮助我们 好的 这时候让我们再次的预备心 我们要奉献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这时候 主我们要奉献 很求天父上帝预备我们的心 也求主 让我们能够奉献 是出于我们甘心乐意的 主因为你看到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你就会主赐福于我们 主我们也晓得主我们奉献 其实是记忆主你对我们的爱 奉献是我们对你爱的回应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再次的我们的奉献 也能够在教会中 在这个地上 能够扩展主你的国度 你的时工 也来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 感谢天父上帝 我们如此感恩 我们交托奉耶稣名求 Amen 我们敬前来 我们奉献 我们敬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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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姐妹们再次平安 感谢主 我们能够再次的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 很快的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来敬拜主 今天呢 弟兄姐妹们 是什么主日吗 今天是普通的主日 是吗 今天是什么主日 今天是平信徒主日 Lady Sunday 所以一年一年过了 我们很多东西都忘记了 其实每年都有这个平信徒主日 那么什么是平信徒主日呢 大家明白吗 所以平信徒主日呢 按照这个传统呢 其实就是从1928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了在教会 要庆祝什么呢 庆祝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基督徒 就是因为主的救恩 主救了我们 使到我们从黑暗的当中 进入光明 在教会的当中 所以不只做基督徒 也要做什么 信了主 感谢主 可以上天堂 是吗 那在地上要做什么 做了基督徒呢 我们就要做什么 接下来 门徒 要做门徒 所以我们做了门徒 就是进入了 就是在这个服事的当中 无论在小组 无论在教会 做招待这些等等 我们在教会就是 侍奉主 侍奉主 侍奉人 这个也是合乎神的大使命 和大揭命 什么是主的大使命呢 什么 要去传福音吗 什么 大揭命呢 什么 主的大揭命是什么 不要讲忘记了 传道是年纪的关系 OK 要爱神 要爱人 要爱我们的灵食 灵食不只是基督徒 记得 要爱那些 更爱那些 不信主的人 这样子我们的生命 才能够造福 那么要怎么 成为他们的祝福呢 有些人有口才 有懂圣经的知识的 就分享圣经的话语 有些很有经验的 经历神的大能大力 神的圣灵 就分享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些奇妙的作为 有些人经历上帝的意志 好像我的婆婆 经历上帝的意志 我的公公 他们就把这个见证就分享出去 让人家也听到 我们的神真的是 又活又真的 也是有能力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 很感恩的 有弟兄姐妹 我们的弟兄 就是江源 还有莉莉姐妹 愿意的 与我们分享 他们的见证 他们的得着 那么 现在我就请我们的莉莉姐妹 先分享她的见证 当蔡传道叫我 分享我的见证的时候 我就 哇 真的 数算 很多恩典 数也数不尽 那今天呢 我要分享 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我的家庭 我分享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 有父亲 有母亲 三位哥哥 还有我 那父亲呢 从小 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亲就是 很忙碌 从早到晚 就是工作 工作 工作 那他们为了是赚钱 养我们 那 也是因为经常 不够钱 所以他们就 很多很多的争执 争论 导致我们的家庭 没有平安 那也是因为他们 很多时间 花在工作上 我们也跟他们 接触的时间很少 所以 关系不怎么好 呀 所以 我特别要讲 是我父亲 我父亲每天 工作回来呢 他一定会到 咖啡店 喝酒 然后每次就是 喝得不醉不归 那我和我哥哥呢 就会 晚上呢 很 很迟的时候 就说半夜呢 就会去 咖啡店 求他回家 那我们就会 咖啡店 他跟他朋友就会 拉拉 扯扯 那种 呀 所以印象中 父亲的 感觉不好 那回到家的时候 有时候呢 父亲会在半路 去旋旋 然后就跌到沟渠里 那我哥哥 我会爬到沟渠里 把他扶上来 所以 呀 一到家呢 又还没有停止 妈妈又开始跟他争论了 哇 争论争论争论 就是一天到晚 就是 没有平安 呀 所以当时候 二十多岁的我呢 就有 对那个 我的父亲 有很大的不满 还有那个反感 那 渐渐地 我就开始 对他冷漠 冷漠 然后 冷战 不跟他说话 那我尽我所可能 避开他 呀 好像 对待陌生人一样 嗯 那时候呢 有一位关心 我的同事呢 就 带我去布道会 然后去了布道会呢 圣灵感动我 我就接受主 成为我的救主 我很渴慕主 我记得 每一晚我都单独到 走廊 读经 祷告 我需要单独是因为 我父母亲 他们还没信主 他们很反对我信主 所以 到 走廊 读圣经 祷告 然后享受 与神交流的时间 然后神也通过 那些交流 提醒我 你不要一个人 身处 你要去教会 那我也到我附近的教会 师真堂 参与崇拜 也参与青少年团契 也跟弟兄姊妹 真的学了很多真理 然后我还记得 在一次青少年团契中 他们有播一部电影 英文的叫做 《劳述》的电影 《Porgiveness》 当时我就在想 我又不是记仇 什么 很会接仇的人 然后 我又没有仇人好老数 这样我就坐在那边听 看 我后来才发觉到 其实这部戏是 爱我的天父为我预备的 因为看完这部戏呢 只有我一个人 站在坐在那边流泪 流泪满面都是 因为圣灵让我看到 父亲非常辛苦的工作 养活一家六口 然后回到家呢 他没有得到 他所得的那种尊重 还有那种家里的平安 然后反而要面对 妻子的争吵 还有讽刺 还有孩子们的胡闹 还有冷漠 所以他唯一的逃避 方法就是到咖啡店 跟朋友在一起喝酒 消愁 当时圣灵让我了解 还有感受到 父亲的痛苦 让我觉悟到 原来在我内心深处 没有人知道 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上帝要我 饶恕我的父亲 当时我就立刻 求神原谅我 对父亲的不满 反感还有冷战 很奇妙的 当晚神 把那种不满 那种反感挪去 然后把老树 我父亲的爱 还有怜悯 放在心中 然后当时平安充满我 好像神释放了我 我很感谢神 原来不老树人 是一个罪 圣洁的神 不要我有这个罪 祂要我与人和好 更何况这个人 是我的父亲 神要我孝顺 尊敬我的父亲 给他应有的尊重 那从此呢 我看 我的爸爸的眼神 不一样了 从神的眼中 我看到 辛苦劳累的父亲 因为我的心中 有了爱和怜悯 我就主动 与他谈话 更多地关心他 我们的关系 渐渐变好 然后也恢复了 我们妇女 应该有的那种爱 然后我也能够 劝导他少喝酒 虽然他还是 继续去咖啡店 但是他也没有 喝得醉继续回来 然后酒量减少 还早归 好多好多年后 父亲也接受 耶稣进入他的心中 然后神也成功 帮助他戒酒 我们一家人 真的难以相信 因为能够完全地 把酒放下 是很难得的 因为他完全戒酒 我们真的很感谢主 我们的神 是一位奇妙的神 他不只是要我 和他的关系和好 他也要我 和父亲的关系和好 虽然我的爸爸 已经去世了 但是我还是很怀念 我们最后还有很好的 美好的时间相处 感谢主 相信我们今天不一样的感觉 今天不一样的感觉 传道说15到20分钟 可是利利用了5分钟就下来了 在半个小时要怎么说呢 很高兴能够再次站在这里是不一样的心情 想够想哭 好像在做宣招这样 做宣示这样 从早上一进来做崇拜 就有一种 心情就是不一样 我是一个喜欢挑战神的人 我连上一个课程都要对神挑战 就好像过往的一个小小见证 就是一位传道有做一个开课嘛 对不对 那个叫尾声一年这样的 我心里面想去 可是想到要需要尾声十个月 有谁能够承受十个月的尾声 我跟神说 神已像一位传道来告诉我三次 我给神三次机会 让我再来上课课 可能觉得很好笑 为什么我要跟神说三次 就是体贴肉体嘛 就是逃避这个学习的方法 学习让我们更加好嘛 对不对 可是我们就是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 不要浪费时间 还是不要让这个时间 我们要管理我们自己的时间 来信主嘛 对不对 有时候觉得 哇 一个课程 需要每个礼拜六 礼拜六很宝贵的时间嘛 以上就上了两到三个小时 如果上过课程的都知道 这课程是 每一天只有礼拜天是休息的 可能也没有休息 那课程是每一天都要做的 可是我却向神挑战 你让一位传道跟我说三次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这样说 可能就是神跟我说 你要去就是要去嘛 不能够说要三次还是四次 我相信如果我挑战成四次还是五次 我觉得神会有祂的行动嘛 对不对 当神兴起你的时候 你要往哪里躲 你就是要顺服 你跟神说多少次都没有用 祂的时间到了 你就是要顺服 那么呢 我第一个小小见证 就是你们知道中国事工嘛 对不对 我都去参加这个中国事工 我在服事里面呢 到了一段日子 然后就有一个传道 就没办法继续服事了 我就看到了另外一个弟兄 昨天弟兄就是 看到每个星期这样子讲道 我觉得好像 做sharing好像很累 有时候说我看样子做 有时候看样子做 有时候很简单 很简单 看看就很简单 对不对 当神跟你说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神 在向我说话 神觉得让我 让我觉得 分享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我就没有把这个分享的东西放在心里面 可能有放在里面 我就放在一个角落 哎呀 反正不会轮到我 他们呢 在一次的敬拜里面 华文敬拜里面 过后 一个牧师 突然间跟我说 你有讲道的恩赐 我的天啊 我说神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当你呼召我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不是神跟我说的东西 我是看到有需要 我一定要去做嘛 对不对 很多人觉得有需要 我不一定要去做 当神要你做的时候 你真的是 你没有想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那那个牧师跟我说 你有那个恩赐 你有讲道的恩赐 我说神啊 我需要时间考虑 可是神好像没有给我时间考虑 祂好像预备了我的心 当罗伦弟兄说 我说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说好啊 就来了 这里我的挑战是什么 有谁人喜欢看圣经的 没有吗 对不对 有谁每天捧着圣经的 也没有吗 对不对 我跟神讲 神 我不看圣经的 为什么你要我来做sharing 我觉得每天看圣经耶 每天看啊 看啊看啊看 看到我都会背了 每一个sharing 在说什么 什么故事 我都可以跟你们说 神真是要塑造我 塑造我什么呢 更加认识他 他用了很多的比喻方式 慢慢建立在我心里面 可能是我一个新的跑道 还是新的一个认识他的方式 神有很多方式 要让我们来认识他 那他兴起我们里面的 那个宝贵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要顺服 那你顺服的时候 你会得到什么 得到恩典 更加认识神 提摩太后书有说 一章十四节说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那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地守着 圣灵已经住在我里面了 我有守着吗 我们有守着 是否我们愿意 让这个圣灵来帮助我们 神给我们的话语 每一天都是新的 我们是否有预备自己 全新的自己来 接受神的新的 认识新的知识 所以这里一个小小总结就是 不要挑战神 不要跟神说几次 不要跟神说是我吗 所以说神教你的时候 我们只要顺服 神就会让你更加地了解他 更加地懂他 一本圣经慢慢慢慢看 真的会看得完 神真的很多故事在里面 所以感谢神让我 突然间加入这个中国事工 我也不晓得 突然间就去问主办人 中国事工 他说你来啊 神就去了 所以一切是在神的安排里面 让我用一个新的方式 跟他沟通 他圣经有时候不单单 要让你们知道 圣经是怎样 可是在我里面 种下的是 根深蒂固的 是永远的 那我从 我已经认识主 有二十年了 我好像被信起来 有点迟 到我后面后面才信起 是我懒惰吗 是的 是的 感谢主 这就是我的见证 谢谢大家 听了大家有没有被激发 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跟神求的时候 刚才就说了 我们神又真又活的 神是有耳朵真的听我们的祷告的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也要知道要跟神求什么 不要讲三次五次 真的 上帝实现的时候 我们的祷告 那接下来 你有责任了 弟兄姐妹们 所以 求主也是恩也能够使用我们 讲见证呢 弟兄姐妹们 不只是可以在教会这样的讲台当中分享 更重要的 我们每天 星期一到星期六 很多时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做工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跟他们分享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 刚才说了有故事 好像丽丽姐妹的见证 这些等等 我们都可以跟他们分享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呼召的 如果讲到呼召 我们看圣经 其实如果你们大家看 没有一个神呼召的人 当神呼召他 这时候他讲 主啊我预备好了 主啊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我自己本身的经历 神呼召我三次 也是三次 叫我的名字三次 在一个圣诞节的 不倒会的见证的当中 我做最后 顽皮嘛 做最后 没有打算来教会的 没有打算参加 这个圣诞节的 但是神就呼召我从家里 因为纳闷 就来教堂 有没有纳闷的来教堂 今天 礼拜天没有事情做 来教堂 就坐在后面 神就呼召我 三次 神说什么 我们要奉献与神 你要奉献怎样 最好的 好像花鲜花 给神 你要那个花还 真的是很美的时候 或者是已经烂了 枯干了 才给神 神这样子跟我说话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 我又做了校长 在学校 那个时候 学校是从零开始做起的 也是宣校的一个地方 做到学生 有一千多个了 华人只有我们两个 跟另外一个校长 一起做起 在那个时候 神呼召我 神你搞错了 没有搞错 三次叫你 恩赐 你爱我 主啊 我爱你 神再次 你爱我 三次 最后一次呢 我不能够忍了 我哭了 我讲 主我在这里 算了吗 好了吗 主啊 我在这里 你知道我爱你 够了吗 没有行动 主啊 我爱你 是啊 我爱你 没有行动 我还是坐在这里 还是坐基督徒 礼拜天 还是坐礼拜 坐礼拜 每个人都是坐礼拜 坐了过后呢 回家了 有些人就讲一些讽刺的话 讲你们基督徒 好像parking车 教会就是停车场 你们在教会停一下 给钱就回去了 坐礼拜了吗 车进去里面 教会还好免费 有车 你register一下免费 他讲你们基督徒 来了教会就坐一下 你们给钱 是吗 然后就出去了 就坐礼拜嘛 他这样讲 所以我们要兴起 弟兄姐妹们 都叫我三次 我讲 主我在这里 接下来呢 没有讲什么 我主意很难 开口讲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明白圣经的道理 我做不到 我真的做不到 当神真的呼召我们的时候 神要你的最好 神也知道 你的最好是什么 神也知道 你最爱的是什么 神就是要那个 你愿意吗 神是无所不知的上帝 祂知道我们的内心 主我爱你 主还是怜悯的 知道啦 其实你爱的不是我 你爱的是这个人 你爱的是这个东西 你愿意吗 摆出来 放出来 被神使用 基督徒的生命 除了传福音 要讲见证 这个是我们的指认 我们的使命 主啊 我在这里 最后我就还是讲那句话啦 神还是要听 神知道 神还是要听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要祷告 神都知道 神要祂的儿女们 开口跟祂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我跟主这样子讲 哎呦 我讲出来 我就觉得 主啊 我讲错话了 但是讲了 就不能收回来了嘛 是吗 我讲 主啊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哎呦 搞错了 回去真的是很后悔 一直在那边想 我为什么讲这句话 为什么讲这句话 哎呀 算了吧 然后刚好就有那个 先生的团契啊 就是要做传道人的 一个团契来在教会里面 所以每个人举手讲 我要先生要做传道啊 要做全时间的同工啊 你举手啊 他们就会教你的 我没有举手 我就坐在那边 讲了假假没有 讲在那边 然后就回家 弟兄姐妹们别开玩笑 过了一个礼拜 突然间有一个电话 去学校 学校找我 他讲 Anthony哪里啊 神啊 你跟我开玩笑 我没有报名啊 我没有讲 我要现身啊 电话来学校打电话 他讲那里 那个巴Antoni 马来华巴 在哪里 为什么今天没有来团契啊 他讲 我没有报告啊 怎么有什么团契 他讲 先生团契 他不是要做传道人吗 什么传道人 神听我的祷告 我那个时候 心里很沉重啊 因为我生命里头 那个可说是最高峰的 年轻轻啊 我做了校长 在学校 就得放下一切 梦想也是要当官的 也是要放下一切 所以人家讲 你神尽病 你把你所有投资了 你放下 做传道人 他讲 都学华语 你搞错了 神知道我们的最好的 我们要给神 要给神最好 我就给神 我的青春啊 我的事业 我看了这个 围宝的 放下 学校的工作 早上做到晚上的 你回家 还是会想学校的东西 不停的 为什么 因为爱神 但是神呢 不要我们只是爱神 神看不到 神要也要我们爱人 我们的四周 从我们的家人开始 基督徒的爱是很实际的 弟兄姐妹们 要先爱我们家里的人 要爱那些怎样的 那可爱的吗 不可爱的 找你最不可爱的 在家里的人 为他祷告 你要把神的爱 具体的去爱 这个是我们的护照 我们应当做的 我这样子讲 弟兄姐妹 我自己有很多 跟神的经历 神叫我爱不可爱的 一位叔叔 我二十多岁 已经把我薪水 就分给他了 不是我好 弟兄姐妹 我要坚证 不是讲我的 我的好 不是 在学校 给他 他 赌婆 喜欢打老婆 打老婆很够理的 拿什么 打什么的 有一次他拿 那个鱼钩 打老婆 那个钩 勾到他的脸 他拉 老婆离开他 老婆多么的好 离开他 孩子 四个 四位孩子 都不要 爸爸了 又去 爸爸 爸爸就睡在一个地方 在水沟那边旁边 没有人爱他 就在那边睡觉 有一天 我的弟弟跟我讲 叔叔在那边 他很辛苦 你去那边 帮助他 我就拉他 跟我一起住 衣服也分 一起穿 帮助了他 爱了他 最后 还是背叛 他跟我说 他拿我的东西 不要还我 他讲 你给我钱 我就给你 还给你 我讲 我帮助你了 给你地方住 给你吃 给你喝 给你穿 还这样子对我吗 我不管 我要钱 他讲 有这样的人吗 有 你要钱吗 是 我还是给他钱 他东西还给给我 我家里的 title 被他拿了 还给我 那个时候 弟兄姐妹 如果你这样子经历 被人背叛 你会这样的 回应 我看到他 好像看魔鬼一样 你帮助了一个人 把你所有的给他 他还是对你不好 我们应该要怎样对他 要怎样 要更爱他 像耶稣这样 是吗 神经病 基督徒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与世界是不一样的 我很清楚 那个时候 神在我们的内心讲 你要爱他 我讲 主你搞错了 你怎么去爱魔鬼 这么坏的人 还是神 还是让我 感动我 跟我说 你要爱他 最后我还是抱他 对我们这么不好的人 我还是抱他 我讲 没有人能救你 除了耶稣救你 我抱他 我跟他说 耶稣爱你 你是我的叔叔 我当作 你是我的父亲 那种爱你 爱人要爱 爱到底 我没有能力 我看到耶稣怎么爱我 我也爱爱他 我也没有父爱的 我是因为主饶恕了我 我去跟我爸爸讲 爸爸我饶恕 你爸爸也讲 你要饶恕我 关系和好 我抱他 弟兄姐妹们 什么事情发生 他这个人坏 坏急 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他就哭了 哭到不停 他讲 哎呀 对不起 我做错了 当年 他信主 在神的面前 教会的面前 洗礼 我感动 那一天 他是穿最美的衣服 白色的衣服 买给他 讲 主啊 我愿意 接受你成为 我个人的救助 感谢主 我使命做完了 过了一年 信年的时候 他就说 上帝要呼召我回家 我讲 你神经病乱乱讲话 神要叫你回家 你刚刚信主 要回家了 他才讲 过几个礼拜 他心脏病 去死 在家里 好像睡觉就 被神借着了 感谢主 弟兄姐妹 倘若我们在生命的里头 可以看到我们的 家里的人 因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使到他们信主 这个是何等的美的事情 做基督徒 我做了这么久 没有摆做基督徒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提行 提摩太 都是要靠着圣灵 不是靠自己的 我们做不到的 也不要讲 主我预备好了 我才服事你 没有 凭信徒 主 我们都经历了神 得了神的救恩 得了神的饶恕 所以我们回去 也应当的 要行主 要我们行的 去饶恕那些人 把我们的生命 摆上出来 来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荣耀主的名 在游生之年 除了教会的服事 家里的服事 在我们公司工作的地方 要真的是为主做见证 弟兄姐妹 这个是我们的质人 求主 施恩 帮助我们每个自己 让我们也愿意 有一颗心 展开 奉献出去 奉献给人 给那些 我们看到有需要的 也愿意把我们的 最好的奉献 给人家 求主 赐福我们 Amen 感谢主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主啊 感谢你主 今天透过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见证 主我们再次的被提醒 我们的生命 是要荣耀主你的名的 就是透过我们的见证 透过我们的口传的福音 我们的身上 生活里头的见证 使到人能够 因此我们能够归向主 求你帮助我们每个自己 我们都有软弱 都有不足的 都有自私的 都有自私自利的 都以自己为中心的 因此 主 我们今天 愿意的 把我们的最好 把我们心目中的 王位 让主来做 我们愿意的 卸下自己 求主 你在我们生命中来做王 弟兄姐妹们 这时候 我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 你跟神祷告 你也可以回想 你当年 当时候 你信主的时候 主怎样的救你 主怎样的 听你的祷告 主怎样的应于你的祷告 你的呼求 当你在困难 困苦的当中 当你流泪 伤心的时候 主怎样的 牵着你的手 陪伴着你 度过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知道 这个世界 是充满罪恶 充满试探的 我们天天都会 跌在罪中 我们也知道 神是公义的 祂也是慈爱的 祂在我们的 祂也愿意地提醒 再提醒我们 给我们机会又机会 让我们能够回转 能够悔改 回到祂的当中 使到我们能够 进入祂的恩典 也在祂的恩典 也在祂的恩典的当中 也让我们有机会 能够见证祂 弟兄姐妹 这时候你就想 一位两位 你这个礼拜 你想跟他 分享神的话语的 或者那些 你不喜欢的人 你想要饶恕他 主要我们在今天 靠着主的圣灵的感动 来兴起我们 来做主的工作 你闭上你的眼睛 我要问大家 今天谁愿意的 今天谁愿意的 这个时候在神的面前 愿意的 在这个礼拜内 找一个人 你要跟他分享的 或者你要为他祷告 真正你要为他祷告 你要饶恕他的 请你举你的手 让神看到 你不要看左右 现在只有神跟你 你跟神说 主啊 求你使用我 我也愿意 主把我的最好的 奉献于你 求你主 你使用我 求主 你差遣我 在游生之年 我要做最好的 来祝福他人 来成为主的 祝福的管道 来把主 你的最好的福音 传出去 还有没有 你举你的手 感谢主 感谢主 你可以放下来 慈悲的天父上帝 这时候 主 你已经垂听了 主 你的孩子们的祷告 在这个平信徒的 主任的当中 我们愿意的 靠着主 你的能力 一起的 兴起来 来为主 做见证 美好的见证 感谢天父上帝 呼召了我们 把主 你的最好 你的独生 爱者耶稣基督 赐给了我们 我们也愿意 主这时候 回应你的爱 把我们的最好的 奉献于你 就是我们的生命 求你赐福 我们的家人 特别那些 还没有信主的 那些不可爱的主 我们愿意的 奉耶稣基督的命 将他们 交在主 你的手中 求天父上帝 你使用我们 把主 你的爱 你无条件的爱 把天父 交关于我们 也让我们 也能够 拔住你 这个爱 主 伟大的爱 主 也能够 祝福他人 求你也 让我们 愿意靠着主 你的圣灵的 能力 也主 我们天天 愿意 尾身在你的当中 来服侍他人 来成为主 你福音的出口 感谢天父上帝 再次 我们将我们自己 完全交托 求主使用 祷告 封耶稣名求 一起来 Amen 所以我们用 活出爱 来回应今天的诗歌 我们要感谢 传达给我们一些 很好的兴趣 就让我们 用耶稣的爱 来延续下去 因为耶稣的爱 可以得医治 耶稣的爱 也可以得饶恕 让我们用耶稣的爱 激励我们自己 也激励别人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深 扯不透 我不走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散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座 祝福祝福 至少一位人 过来这里讲 跟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呢 分享这个做简直 在菜船道祷告之前 主已经跟我讲了 所以是一致 所以我觉得主真的要跟我们说 他们做祝福大法 所以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永约之血 是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 从实力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 叫你们遵行祂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 在你们心里 行祂所喜悦的事 就愿荣耀归给祂 直到永永远 阿们 阿们 归宗神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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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